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对老师 员工对老板等等 这个社会中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常常能从肯定别人善意的这个角度 用一种很宽容很感恩的心去沟通的话 这样活过一生 真的会感觉到 离苦得乐四个字是怎么实现的 就这么简单 好 那这里边真如老师就很清楚地表达 说这个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从肯定别人善意的这个角度 用一种很宽容很感恩的心去沟通的话 这样活过一生 真的会感觉到离苦得乐四个字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郑永老师就特别让我们多想一遍 对父母 对亲人 对小孩 甚至老师对学生 学生对老师 员工对老板等等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好像前面对父母 对亲人 对小孩 老师对学生 学生对老师 员工对老板 老板对员工 好像不用讲那么多嘛 你只要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能够常常肯定别人的善意 这个角度 这样讲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前面要把很多不同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都举例子讲一遍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你们觉得有必要要这样做吗 有必要要这样做吗 当然如果你是广论学员 你是医治师傅跟郑永老师的弟子 你当然不可能认为说 自己的师长会说没必要的话 这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一定要说有必要嘛 但是为什么有必要嘛 但是为什么有必要呢 你有用经论去思考吗 但是为什么有必要 你有用经论去思考吗 好 谁能回答我一下呢 好 我不知道你们在荧幕前面有没有回答 但是给你们几秒钟稍微想一下 因为很多事情很顺的讲了答案之后 我说过 代价就是你会很顺的忘掉 不过回答问题之前我先问 刚刚问题听懂了吗 问题听懂了吗 好 问题如果没听懂就很难回答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讲的主题 正如老师讲得很清楚嘛 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互动的时候 希望大家常常能够从 肯定别人的善意这个角度 去沟通 去互动嘛 这样你会发现 李古德勒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只是说 那在表达这一段话内涵的时候 为什么前面还要把 父母 亲人 小孩 老师对学生 学人对老师 员工对老板 为什么要把这么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 这么详细的举例子都讲一遍呢 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这是我的题目 现在终于听清楚了 好 对啊 这个也让我学到一个经验 有的时候不是问完之后赶快等答案 是先问完之后 先问一下大家题目 有没有听清楚 有没有听懂 然后再问你们 那你们想到答案没有啊 这样子 其实这样的举例是绝对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经典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其实以前我也说过 比如说 波罗经里面会讲一切法无自信 对不对 一切法无自信应该讲得很清楚 那就是一切法 所有都有为法无为法 全部都无自信嘛 不是很清楚吗 可是波罗经讲完一切法无自信之后 就会开始跟你讲 眼无自信 耳无自信 鼻无自信 舌无自信 舌无自信这样 就是掩耳鼻舌身都没有自信讲一遍 舌身相外处法没有自信又都讲一遍 然后眼处为人所生诸受 耳处为人所生诸受又都讲一遍 眼世界无自信 耳世界无自信又都讲一遍 那为什么要这样反复的一轮一轮的重复讲呢 不是都在一切法无自信的这个内涵里边 为什么波罗经要重复讲那么多次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我们对无自信太不熟练 太陌生了 所以就算你好像刚刚听懂一个概念 一切法无自信呢 真正眼睛对到色诚 耳朵对到深层的时候 然后舌室对到那个未成的时候 真正对境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处近即婚 接触的处近继的近 碰到境界就昏掉了 碰到境界就昏昧了 碰到境界就昏昧了 因为我讲过 眼耳鼻舌身对到色诚相外处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无观察室的作用会非常强 不思维观察的 所以有一个道理好像在你心里想清楚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眼耳鼻舌身对到色诚相外处的时候 因为那个无观察室的作用呢 你马上又昏掉 所以真正佛舌说法的时候呢 好像让你了解了一切法无自信之后呢 它就会重新在你眼睛对到色诚的时候 再提醒你一次 无自信 耳朵对到深层的时候 又再对你说一次无自信 鼻视嗅到相乘的时候 又再跟你说一次一切法无自信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要常常能够从肯定别人善意的这个角度去做 对不对 比如说 对父母的时候你要想到 对亲人的时候你要想到 对小孩的时候你要想到 老师对学生的时候要想到 学生对老师的时候要想到 老板对员工的时候要想到 员工对老板的时候要想到 这些都是有必要的 必须要一个一个这样讲 因为我们会促进结婚 这样听得清楚吗 好 所以刚刚让你们想一下很重要吧 对不对 如果你们不想听到我后面这样讲 我觉得除了帮助你们打瞌睡之外 大概一定不能帮助你们把这个答案记起来 应该是这样一个特征 好 那肯定别人的善意 注意这一点 大家觉得肯定别人的善意难不难呢 肯定别人的善意会很困难吗 其实不难 现场就有人马上点头跟我说很难 好 这不知道夸赞你们很诚实 还是觉得你们善根不够 好 肯定别人的善意其实不难 它有诀窍 诀窍是什么呢 你仔细想 肯定别人善意真的不难 因为大家都有一颗心 好 俗话是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那我只是说用佛话来讲 大家都有一颗心 这个心都有离苦得乐的本能 所以呢 注意你怎么去肯定别人的善意 首先我们一般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坏人吧 对不对 有的人会一开始就觉得 哇 我真的是一个标准的 很坏很坏很邪恶的人 不会啊 没有人会这样想自己 所以想到别人的时候 你就想什么 他跟我一样 他只是想离苦得乐 他也有离苦得乐的本能 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你就开始比较容易肯定他的善意 因为想到他跟我一样的时候 你既然不觉得自己太差太坏 他也应该不会太差太坏啊 他只是想离苦得乐而已啊 好 而且继续在想 他跟我一样 从来都并不是想刻意去伤害别人 好 我们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但是我们心里都会觉得我是不小心的 我是疏忽 我是没有注意 或者说我有的时候被出猛烦恼所死这样 一时克制不了 如果克制得了的话 我还是不想伤害别人 那他跟我一样 他也并不想刻意去伤害谁的 对不对 那你说那可是他还是伤害我了 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伤害别人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去伤害别人 你认真想 你怎么对自己做交代呢 你认真想 我怎么会去想要伤害别人呢 我真的平常是不想伤害别人的 到最后我居然发生伤害别人的事情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我被我的无名烦恼所使 对不对 所以他跟我一样 只是被无名烦恼所使 所以你从这几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呢 你把注意力放在 他跟我们一样都有离苦得乐的本能 他跟我一样都有一颗这样的心 的时候呢 你就比较容易去肯定对方的善意 好 这是可以练习的 这并不难 好 然后再回过头来呢 就是我们生命境界当中 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 其实不管顺经跟逆境 一切境界当中 其实我们一定可以圆得到正法 为什么一切境界当中 我们都可以圆得到正法呢 因为我们常常讲 师长佛陀的法身遍一切处 师长佛陀的法身遍一切使处 在一切境界当中 都有师长佛陀法身的加持跟教导 所以其实应该是 面对顺经跟逆境 都有 都有这个 师长佛陀法身的加持 好 其实我以前试过 真的是随着你的那个纹丝 慢慢累积的多一点 你真的可以发现说 没有什么境界是不能圆到正法的 真的是可以 像我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 好 我跟在 我跟在一个公共汽车后面 公共汽车后面就贴了一个 政府的公益广告 好 说这个 开车还会打手机的人 这个罚款多少钱 就是一边开车 一边打手机的人 好 罚款多少钱 多少钱 这样一个广告就贴在我的眼前 我正在开车 那时候我就突然献起一个念头 你对着这个境界可不可以圆到罚 后来稍微祈求一下 觉得真的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都知道说有很多严重的车祸 都是因为 一边开车一边打手机 注意力分散产生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都知道 开车的时候这样用手机很危险 可是你是不是发现 还是有很多人有这个行为 然后被罚款 对不对 还有很多人有这个行为没被抓到 但他就是 开车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 他有的时候就会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明明知道危险还去做呢 为什么呢 果然就显现出人的愚痴跟无名 果然就显现出什么 一个烦恼 他如果经过窜息的时候呢 广东上面说 他是现行犹如梦 这个烦恼经过你窜息的时候呢 下次对到境界的时候 不由自主的 你会不由自主的 像被操纵一样的 就开始进行这些烦恼的运作的 虽然你事先好像知道他的过患 这就是我看到那个公共汽车后面 那个政府的公告的广告 原道的政法 举这个例子而已 所以一切境界当中 一定有可以原道的法 就是因为一切境界当中 我们必然可以原道政法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对这个境界观光念恩 为什么一定可以对这个境界观光念恩呢 因为这个境界帮助我原道的政法 所以这个境界有帮助我 正规依法的公跟恩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什么 一切境界当中 一定可以帮助我原道政法 所以也一定对所有的境界 我都可以观光念恩 这就正成了前面讲的什么 其实你永远都可以从 肯定对方的善意 肯定对方的公跟恩的这个角度 然后让你的心怀抱的一种 很宽容很感恩的心去沟通 然后曾鲁老师说 这样的话呢 你自己就可以体会到 离苦得乐这四个字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就这么简单 好